為甚麼暑假一定比寒假長呢? 平穩的事就比較適合 今天LKFTV陪大家一起騷擾 為甚麼暑假一定比寒假長呢? 因為夏天就是冬天 平穩的事就比較適合 這個時間有三個月 但為甚麼呢? 為甚麼? 沒解的 有為summer fun嗎? 冷縮熱象 你是我們今天第一個搭班的 有甚麼遇到熱會凝固的呢? 熱狗 雪條 甚麼呀? 男生和女生 怎樣凝固? 珠賣一塊 這樣就很溫暖 膠 真是硬膠 你吃甚麼? 雞蛋 雞蛋 你很厲害啊!答對了 在暑假除了學生、老師之外 還有甚麼會放假的呢? 上班的人有甚麼放假 放假 老鼠就說暑假 哈哈哈哈 練馬斯 其實也對 馬 為甚麼? 偷鼠 為甚麼暑假會有聖誕老人 因為暑假 暑假做甚麼呀? 因為有些地方是冬天 哪些地方呢? 不會 北極 南極 今天是澳洲 你會不會太聰明了? 你玩個Chill和Dare 對 白色就是Dare 黃色就是Chill OK 好 那我問 指出你一個女生朋友 她在夏天的時候 穿得很少布 你當個鏡頭是她 跟她說話 雷好醜 來 放著你 你呀 又落巴 又穿這條短褲 背心 不要穿啊 不如 可不可以指出一個男人 在夏天的時候 會是最臭的? 你一個朋友來的 Rain 用止汗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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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